大腿骨折 大腿骨折除一般骨折症状之外 最重要一点就是双肢缩短 以及脚掌向外翻的现象 大腿骨折需要用四条绷带包扎 包扎前,救救员先协助伤者躺下及养饿 包扎时,先将四条绷带打开成一条扎带 三条阔带 首先用一条扎带从竹画下面的人体天然空隙穿过 然后将三条阔带打开并搭起 由伤者的室盖下面的人体天然空隙同时穿入 穿好带之后 将其中两条阔带移到大腿骨折位置的上方和下方 并保留一条阔带在室盖下面 放置好四条横带之后 于双腿之间加上适量的软展 然后逐一固定双肢 首先固定触画部分的扎带 程序是将两只脚的长度修正 然后将扎带用八字发的原理包扎好 接下来就固定膝关节位置 并将双处对落的阔带扎好 而平结应该打在没有受伤一边的肢体上 并且要在平结和肢体之间加上软展 最后将双处对上的阔带扎紧 要留意松紧 还有所有带尾都要藏好 有没有受伤的肢体的肢体 除三角巾外 毛巾也可以作为软展使用